二三年的四月 流浪猫大嗓门子 因为严重的口言无法进食 过来找人求助 二三年的五月 流浪猫后脸皮子被人打断了尾巴 毛发与皮肤脱离 同月 每满月的有点浅和有点吵 在仓库里失去了妈妈 二三年六月的一天半夜 我们偶遇了眼睛受伤 蜷缩在路边的有点烦 同月又发现了病泱泱的 有点凶和有点短 当他们都被接回了猫咪小院 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 大嗓门子被我们送到医院 做了全口拔牙治疗口言 虽然过程坎坷 经历了两次手术 但现在他再也不会因为吃饭 被疼得嗷嗷大叫了 后脸皮子被我们关在房间里 静养和照顾 尾巴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 每满月的有点浅和有点吵 是最让人费心的 每两三个小时就得喂一次奶 还得人工帮忙才能上厕所 有点短他们三个的状态很差 不仅得喂药喂奶 还得低眼妖水 等他们状态稳定了 开始给他们洗澡打疫苗 小橘子们会抱在一起睡觉 也会挤在一起吃东西 甚至他们还会一起上厕所 现在五只小橘子都长大了很多 可以在猫咪小院里快乐地玩爽了 后脸皮子和大嗓门子 这两只大橘子 虽然前半辈子在流浪 但现在也算是过上 无忧无虑的养老生活了 已经出草了 太扁了 太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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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批了